再和大家看兩則西方的新聞 第一則是來自每日郵報的日報 我有個節套在這裏 大家看看節套在這裏說什麼 它就說 Journalist 即是記者 Could face up to 14 years in prison 可能要坐14年牢 為什麼呢 For stories embarrassing the government 如果你發出一些消息 使政府覺得尷尬的話 這個就是Proposed to Change to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即是英國改變了其中一條法例 那個法例就是Official Secrets Act 而改變了之後 將這些記者們不當作記者 你就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使得國家感覺都 政府感覺都尷尬 就當你是間諜處理 14年 這個就是在英國那邊 接下來我們看美國那邊發生的另外一件事 這裏有一個人叫Daniel Held 他就是一個前在阿富汗的美軍 他負責做什麼呢 他負責情報工作 工作就是監管著一些電話 懷疑這些電話 就是Taliban 或者恐怖分子有的電話 當他追蹤到電話在哪裡的時候 他們就派出無人機 然後就去獵殺這些人 他說到在這個情況之下 第一 到底這些人是否真的在那時 對美國政府 或者美國軍人造成 Emminent Danger 即時有生命危險 絕對沒有 但是一樣照用無人機去暗殺這些人 至於余海走到這個名單上 其實很簡單 不需要證據 有人說就可以了 這真是大件事 而他本身在經歷過很多次這樣的行動之後 他退役之後 一直有兵人的退役證 這只是看到他非常沮喪和depressed 就很明顯看到了 他終於忍不住良心的窄備 所以他公開了這個資料出來 現在被美國用間諜罪起訴 現在判刑45個月 很明顯 他們的法官可能同情他 因為最高刑罰是11年監禁 現在他要面對45個月的監禁 我會在這片裏 接一個接鏈 這個接鏈就是他呈堂的其中一個證據 就是他自己用手寫 說他為何會把美國這些所謂的軍事機密 洩露給公眾知道 他認為這個 第一他自己的良心問題 第二其實美國公眾應該知道 美國用無人機殺死那些所謂的恐怖份子 是完全不像他們剛才所說的 是經過嚴謹的調查 而只是發覺他是 於是就趁機就 OK 有沒有小朋友有沒有婦女在旁 完全沒有所謂照殺可惹 現在估計在2004年到現在為止 美國利用無人機殺死的人 有人說數千 有人說幾萬 數字沒有人知道 而其中最少已經只有2200名兒童被殺 這就是最少2000多 然後其他有多少冤枉死 就沒有人知道 但對這個人來說 他自己就受到良心責備 亦都可能可以解釋為何 在美軍在阿富汗服役員 或者在伊拉克服役員之後 回到國家之後 自殺比率 比起死在戰場上高很多倍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這些軍人回到民間 做回平民的時候 良心責備沒有人能引得去 所以結果 了結此身作為一個懺悔 其實美國在世界的戰爭罪行 就是輕足難輸的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